比如前期在由于这个疫情的发展变化快 形势比较复杂 核酸晒茶的安排 也在经过一些流程 在调整 这些调整的过程当中 也给大家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同志和市民 带来一些不便 这里面也表示歉意 我们将不断地改进相关的组织工作 提前做好 筛查计划的通报 进一步提高筛查的质量效率 另一方面为了制定下一轮的疫情防控策略 每轮筛查的结果也将提供进一步的数据的支撑 在每轮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以后 也会组织专家及时对数据进行分析 科学划定区域核酸检测的范围 不断完善疫情防控的策略 也包括重新划定调整三区 就是分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 这样来进一步完善 疫情防控的策略 在这里也真诚的希望广大的市民能够继续理解支持配合下一步的核酸筛查工作 为尽快实现社会面的动态清零 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来奠定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